大家好!歡迎來到《月如天地》! TVB 唱處境劇《蔡回家之開心速遞》 一星期播足七集 鄧永健一直是處境劇中唱常客 先後深演《同事三分親》 《不打自己人》、《天天天情》等喜劇當中 以《同事三分親》和《不打自己人》中 Barry 一個尤為出名鄧永健出世 在香港一個普通家庭 父親是退休警察 早年他在徐勇警察宿舍和青衣長青長大 還有一位被他年長七年唱歌歌 他從小就不愛讀書 反而有很多其他的興趣外耗 在讀中學時他曾經是中學足球校隊成員 又和同學在油麻地舉行小型畫展 還做過和裝修有關的暑期工作 只不過他唱成績依然很差 香港中學會考只考獲兩分 入讀中三期間 因為兄長和朋友籌備舞台劇參加比賽 其中一位演員因事缺席 有鄧永健頂上 並首次演出舞台劇 從此知道自己很喜歡演戲 高中時期他開始和哥哥一起到海洋公園當兼職小丑 畢業後報讀海洋公園唱小丑訓練班 正式在海洋公園任職小丑藝人為時四年 2003年他曾經考上新城電台唱片騎師訓練班 同期同學有林勝斌 但他訓練中途不知因什麼原因而退出 直到適逢無線電視舉辦 第二十期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 當時感覺學習上停滯不前的鄧永健 決定嘗試向其他方面發展 最後報讀了該訓練班 畢業後加入無線電視 入行頭兩年 他曾經在《鳳凰四重奏》、《東方之珠》等多部電視劇中跑龍套 戲中連一句對白都重 直至2007年 他終於迎來首部有對白角色的處境劇同時三分親 劇中他飾演李文奇《Barry》一個令觀眾開始留意到他 而他的演出也獲得正面評價 2012年 他開始兼任自由新配音員 是日本演員小律秦、韓國演員李俊基、周元昌常任配音員 在放學ICU播影員結前 他也曾是短期主持之一 近年內 他被安排在另一處景劇外 《回家之開心速遞》中飾演IT部主管 因為對角色唱把握相當到位 所以好評如潮 雖然事業似乎有了少許喜悉 但並不影響他繼續接演各種犯覆 酒桌、食客或老人等龍套 至今他仍常飾演一些寵名字的角色 絕對算是綠葉王 先少有出頭的機會 也難怪他曾一度迷惘 開始抱怨自己長經歷 有一段時間 鄧永健也曾迷惘過 質疑自己是否真唱能繼續在娛樂圈發展下去 幸好、天生樂觀的他很快就把心結打開 並明白人不可能一步登天 就算無法成為TVB唱一線藝人 自己都要繼續堅守演員唱夢想 至於身水不夠用詠話 唯有自己辛苦些 多做些兼職來幫忙 在那段低潮期 鄧永健就跑到街上辦立像 據悉當時他要全身塗滿白色牙鳥 然後穿上好硬唱裝束 如果有獎照 就轉換動作或跟人合照 但收入只夠一日的販錢 後來他又試過去商場變魔術空小朋友開心 有許多人搶著跟他合影 令他相當滿足 所幸鄧永健從未想過放棄演員這一職業 就算曾經在疫情期間停工半年 或者一個月只有兩天需要反電視台 他都咬硬硬撐 事業發展跌跌撞撞 但鄧永健的家人相當理解和支持他沉妄 不僅每日熬湯慰勞 還憑憑關心他在劇組有寵受委屈 令鄧永健很感慨 所以現在一拿到籌路 他就想到要為父母添置用品 又說帶他們出去旅行 真是好孝順 另外鄧永健也學會跟隨潮流 和父親哥哥在網上開設了帳號 開拍短片分享日常生活 有時收益還算不錯 難怪去年TVB很多人吐槽減身時 鄧永健則先小發聲 對於他們這些有演員夢想 不想放棄的六頁來說 如果不能受到重用 就只能自己想辦法維持生計 鄧永健有一位交往了七、八年唱幕後女友 形容女友是一位性格獨立且願意嘗試唱女生 更大讚對方煮得一首好菜 非常閒熟 每次下班時 只要他發短信告知女友 翻去之後就會見到飯菜擺在桌上 有時凌晨兩三點還會等他吃飯 從前翻家業會有媽媽的湯水 現在女已經交給了女友 今年四十歲唱到坦然家人沒有吹婚 但仍會繼續為女友拼搏 希望快點可以組織到家庭 在香港娛樂圈混口飯吃不容易 亦希望TVB能夠吸陸葉們多些機會 不好總是力捧些舞演技唱小生 雖然鄧永健的爸爸已經七十歲 但依仍活力滿滿 經常與兩個兒子一起去主題樂園、攀石、菜車等等 可以說給很多同靈人的心態、體態都年輕 父子三人除了曬笑話一面之外 還會在社交網絡上傳感人的畫面 孝順的兩兄弟不僅會為爸爸親手製作蛋糕 更玩驚喜搬唱左右夾公親吻爸爸 如此正能量、積極唱社交帳號 受到了好多網友唱好評 而積極向上的鄧永健 在自己的社交網絡上傳照片時 都經常會用到積極的標籤 早前在社交網絡上 鄧永健上傳了自己十年前後拍的廣告 配上了默默耕流的咸鮮 無夢想都要有靈魂 我演故我在等正能量標籤 看得出鄧永健是一位對生活充滿了熱情的藝人 今日唱節目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期再見 請訂閱